車子喇叭聲不斷 猴幾輛車嚴重泡水 地下到寒洞更是直接淹沒 大雨下了整天 原本的柏油路直接變成黃澄澄的小河 車子整輛泡水嚴重 水就快淹到車頂 一般道路都淹成這樣 地下停車場更慘 樹枝垃圾全都被沖下來 漂浮在水面上 看不見底 里長趕緊出動抽水機 大概這裡已經 地下室已經一米多了 我們三台再抽 已經抽了到現在的話 大概六個小時了 現在還沒有抽完 大概還有一個多小時就抽完 22號受到熱帶性低氣壓 及低壓帶的雙重影響 圈台各地下起大雨 原山子分紅到大量海水 場面就像是瀑布一樣 小囊驚人 白天一看基隆港海水 更是直接被染黃 而市區多處傳出災情 沿到這個樓梯的一半 差一點就對了 還有嚇到嗎 有 嚇到有嚇到 都還沒問題 先起線 我就跟志工一起來 把機面清一清 壓造成能源的一個跌倒 不只三坑火車站前寒洞 市區西定路的地下停車場 還有南榮路也都有嚴重的積水 花洞不能急啊 沒辦法急啊 對 都沒急 因為我們這裡比較低的路來 對啊 那裡面有怎麼辦 那我這裡啦 他們就停車停車 你看好 我知道 我都在沙發 車子家具通通泡都壞掉 就算水消退 還是留下了滿地的淤泥得要清理 許多民眾都表示 很久沒有淹水淹成這樣 之前颱風也沒有這麼嚴重 現在只希望接下來幾天 日標再下得如此措手不及 TVBS新聞的新聞人聽 基隆 蔡坡博德